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正在消失 我来这里把这些成年好车介绍给你们 其实我第一次用这么专业的设备 在一个录音棚里面录这个旁白 自己听都觉得好像有点起鸡皮疙瘩 就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一样 就完全不同 没试过节目是这么认真去拍的 第一次我们这么认真的去拍一个节目 但其实也值得了 看到大家就是能够对这个节目的评价那么高 还有有人问刚刚那台KC的圆灯车是什么 其实那是一台KCar 那个叫做大发的Coupon 那个Coupon就是很萌的 它有点像在搞甲克虫的样子的车 其实大发就很喜欢搞这个车的 它在日本有一个很像mini的一个版本 它是可以直接换Bomba的 不是的这个Coupon是Coupon 然后那个像mini的是另一个车 也是大发的 然后其实这个车房里面也有很多车可以讲的 什么左边有个Sylvia 上面有个Evil 那可能很多人就问了 为什么这个片子没有Evil呢 是因为其实Evil 中国也有 那我们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 怎么样能够将这一点的精华踢出来 我们只能在里面有五到六台车 那所以就纠结之下 其实很多车可以说的 我们都没有说一个可能它不够有那种故事性 也有可能它不够有代表性 也有可能是在国内咱们也能找得到 那这些车我们就没有放到这个节目里面了 像是这台Fairedy在国内绝对找不到 绝对找不到 有手续的车 绝对要讲 没手续可能都不容易找得到 但这个车我们拿出来的前提 是一定能够开的上路 对 所以在澳洲就没这个问题了 因为澳洲对这些老爷车还是相对比较友善的 它有一种牌照就叫做老年人代步车牌 但是就不是我们那种那么随意的 它这个牌照是一年你累计可以驾驶三个月 就是90天你打卡就行了 你随便每天开都可以 有点像国内什么单双号 但是它也不是现行 但它就是可以一年你开购这90天之后 你这个车就不能开 但其实对这些老家伙来说也OK了 反正我买这个老家伙 我也不是天天拿来当一台代步车 我就是可能是为了喜欢 为了怎么样去买它回来 一年也开不了那么多时间 话说 现在的Fairled好像有点变位到现在370也是 它其实每一代都在变位的 其实它第一代就是用了捷豹的E-Type来做蓝本 然后那时又是在模仿当年的野马 然后到第二第三 第二代其实也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到后面它就 那个300SX 300SX它就开始慢慢转型成一台GT的跑车 然后再到后面又发现这个2加2的车可能就因为有Skyline了 所以就没必要去做这种对位的竞争 后来又变回了这个双座位的跑车 而且整个尺寸我感觉也小了 对的 一个尺寸小 第二它的比例发生变化 像现在这个Fairled老的 你看那个车头 哇 这么修长的 这个比例就是很古典的 但到现在呢就是长得有点长得就挤成一团了 没有老车那么优美 话说我收历史素材收原来日产 还有真有个叫做Fairled的一个竞选模特 就竞选代言人的就每一任大概当几年 然后还可以看到他们30年前的Fairled 跟现在的代言人间对话什么的 其实是有一个形象的代言人这样的一个职位 哎呀你不把它剪进去了 自己看完就算了 啊你这个人呢 啊 都不Fairled的吗 商车美人吗 对哦 其实我想放进去 但是好像也不太够那个意思 因为这个其实整体也剪短了 那是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GTR了 东旺 说这个经典 这个解说其实也是很出名对吧 对啊驴米高嘛一个车手啊 他不仅仅是车手 而且呢他是这个呃在香港经销商 经销商就引入了GTR 所以他在这镜头前面去大吹特吹GTR呢 可能是带有他自己的私人的目的的啊 吹完之后这个车就好卖了 所以呢其实很多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这个中文资料里面说GTR32有多厉害有多厉害 很可能这个初点呢就是来自于驴米高啊啊 所以呢就可能其实对于GTR的评价其实有点偏高的 甚至对于所有的日系的跑车呢我觉得这个评价都是偏高的啊 因为当年确实日本的跑车是很厉害 就进来跑吧无所谓啊 但没想到的这个GTR呢是那么厉害的 能把这个呃其他的车秒掉 但其实这个秒也是天经地义的啊 因为GTR的赛车是500多600马力对吧 在但是在山上面你看就后面的那些车是能够贴着他跑的 所以操控呢其实三十二是真的是干不过那些M3啊 1901 AMG的 他只能在下路那边那些大直线呢能够把那些 呃呃呃 DTM的车放倒一下 即直线海放啊 对啊直路旺弯路旺一样的啊 GTR赛车也是这样子的 嗯然后这个三二 其实还是我觉得是三二三三三四这个世代里面还是三二是最经典的啊 但是说强呢一定是三十四是最强的 因为他是这个这代车里面进化到最后的一个样子了 然后三十三呢大家都不谈 但其实三十三呃也不差的 他是日本的跑车里面第一辆能够在纽博格林跑出七分五十几秒的车 是GTR三十三 好像三十三有特别多的特别版对吧 对啊三十三有很多特别版 因为当时其实日产那时候玩赛车还玩的挺好的啊 像什么乐盲他那个R390啊也很不错 然后在这个GT组就乐盲的GT组边里面 他们也改了那个三十三的赛车去跑啊 然后呢就基于那个车呢 后来就出了一个叫做四百啊的一个Nismo的限量版本 但三十三最大的问题呢是他的操控很像一台中型的轿车 所以就变成大家觉得这个车开起来没感觉 虽然快是快但是没感觉啊就有点像现在那个奥迪的高性能车 就他快归快但是那个方向啊什么的就奥迪虚嘛 对吧就觉得不像是在开一台跑车 但实际上客观上他是快的啊就这样子 所以三十三就不受待见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三十二还有三十四居多啊 但是其实三十三那些限量版就有点收藏价值咯 但是非限量版的话其实三十三基本上也绝技了啊 然后这里我就很尴尬的在学那个涡轮的放弃斜压阀的声音 其实这条山路呢除了丝滑 还有一点就是树枝 对树枝跟那个枯叶都很多在路上面 而且还是施力胎 对啊很滑 所以当时就开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心理压力的 呃但好歹是四驱啊也其实能开出他的百分之八十啊 开出到百分之八十的极限吧 但不敢再搞了再搞了大哥啊这个车 全身都是Nismo的零件啊 这个不小心撞了一下我在澳洲要打工 打打好几年都都都都都都帮不了这个车主还还钱 而且车主还有一台阿鲁三五的Nismo对吧 嗯是但是我们拍还是决定要拿他的那个三十四来拍 因为三十五说真的 他跟以前的那些日本的跑车相比已经变味了 他很多很聪明的东西很多很智能的东西什么双离合变速箱啊 对吧然后发动机也不是这个经典的直六的RB26了 所以就感觉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啊 虽然他更快啊更先进也跟欧洲车呢有叫板的实力 但是跟我们的这个主题不符合哇大哥你看老的这些我们这个GTA 这些GDM的车迷是看到这个直六的发动机呢是直接要高潮的 是直接要他这个RB28是不是把RB26猜出来之后寄到日本再寄回南呢 是的你要去提供一副发动机寄过去 然后呢他就把一个强化好的RB28寄给你 这个RB28未必是你原来的那个发动机的本体 但是就是要一个换一个这样子的 你要寄一个中缸过去 然后他就把一个新的强化好的发动机寄回来给你 其实这也不是真正的所谓Eset Tune 对吧不是Eset Tune 对于调校去怎么样 但这一台车用Nismo的Eset Tune的发动机呢 跟我们今天拍的这台车的发动机呢是一样的 在Nismo里面这个编号应该是叫做S2 那个S2就等于是Nismo的第二阶的强化版本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还是很猛的这个车 如果我要一台奔驰的AMG GTR 不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件事情了 是这里是对的啊 我要一台奔驰的AMG GTR 然后其实M3也有GTR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啊 其实GTR这个名字啊 很多车都有的啊 包括什么 M3啊什么 反正GTR这个名字呢 其实当年就是为了跑那些量产车的比赛呢 他允许你这个特别版 就GT或者GTR的这些高性能版 呃生产的数量只要达到200台就可以去参赛了 所以GTR的这个代号就是这么来的 包括像以前的对吧 1901 AMG不是有个GTR 然后GTR2嘛 嗯就是这样子来的 嗯所以就是当年的这些车啊 它的确就是将很多的赛车的技术下放到民用车 然后呢就用这个民用车里面的赛车技术就直接拿来参加比赛 那这个跟现在的那些什么Super GTR DTM的这个玩法呢 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现在的呃DTM其实算是一台formula 对的套壳formula 对的对的就是一台套壳的赛车 哦其实后面那台EK呢 后面那个EK厉害啊 变态了3好像是360多千瓦就是将近就是500马力啊 一个B16B加涡轮的调校啊特别猛 那其实后面所有的GTR都很猛啊 然后这个本田呢就是平成废宅了啊 660cc 64马力 但其实开起来是肯定不止64马力的 但也就是80匹出头的样子了 不会特别猛啊 而且呢这个车 它是64马力80匹出头 没有就是64匹它是官方宣称的 但是你开的话呢这个车其实你拿到的那个版本呢 实际它的轮上的马力是一定超过64的 哦是有80多马力的啊 但是这个车确实就像我在视频里面说的 开起来不像一台跑车 嗯啊就是有点像MX5的那种方向有点松松的 然后底盘呢也是侧倾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一台兜风车啊 但是它坐姿真的很超跑的感觉 坐姿很超跑 除了因为它不是说重心低所以坐的矮 它真的是车小 所有车在隔壁都向着哦 哦 是啊 好像就要被欺负的感觉了 就像你就去到一个巨人国 看谁都是你要仰视它 其实这台车的那个声音呢 还不是最难听的 嗯 最难听是这个车的CVT版本 哦我没开过 哦你在日本开过 哦对我在日本开过 CV版本就 明明那个0.66升的发动机已经很难听了 它还是调整 那个转速一直维持在那里 啊这样子 能想象得到 因为我是一个资深的 CVT车主 所以我的CVT车 为什么我不改排气 啊就是我知道CVT配出来的那个发动机的声浪呢 就一定是很恶心的 你如果改了排气呢 就会把这个恶心程度放大了 它更恶心的一点是它的发动机在后面 啊 就在你的耳边 啊 对 所以那个转速维持的时候那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就不一样了 这才是声音吗 你这才是声音嘛 真的说的就是 就 其实呢 发动机你不管是三缸也好 六缸也好 五缸也好 就只要你能把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做上去 嗯 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就不会难听到哪里去 啊 就这条山路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这个车呢 配合这样的山路 它有很多的中高速的弯 就你挂着一个二档 或者挂着一个三档 就一直就在这里P弯 P弯送一脚油 踩踩刹刹车 就最近不是有一条片子在微博传的很很火 就是那个台湾有个人开S2000 跑北夷山路 是的 就是这种感觉很惬意的 因为它的动力不是特别的猛 但是呢 因为不猛 所以它对于这个车身的动态呢 不会有很明显的这个 干扰 会让它变成甩尾 对啊 不会一给油就甩 或者说一松油就甩啊 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 那个油门轻轻的点着 轻轻的颠着那个油门 就一直这样子 在那些弯路上面 啊 左腰又晃的 特别爽 特别惬意 其实这个 这一点呢 到现在 呃 就是小型涡轮化了吧 小排量涡轮化 就很难做到这么细腻的控制 而且挂着一个转速 其实我们 跑南宽山也是的 我的车就肯定做不了这样子 对 不跟脚吗 这种车就跟脚 我的车还算跟脚 但是它的 尺比 密 啊 对 然后你很难说降到二档 然后出来就立刻要升档 然后又降回去 对 哎呀 其实这个logo啊 真的是 我觉得 哦 对 还有一点就是 澳洲的AP2跟AP1 很多人说我们这一台 车为什么是 AP2的外观 然后其实内装 不是金 黄色机头的AP2 对 因为澳版的车呢 就是 对 二版的车就是用AP1的发动机 但是外观就改了AP2了 嗯 应该算是整个世界里面也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见的 因为本田它是一般呢 呃 如果只换外观不换发动机呢 它的这个车架代号是不会改的 是的 只有换了发动机才改 但是呢 像NSX就是这样的 它呢 前期用的是3.0 然后后面换成3.2之后 它就较从这个NA1变成了NA2 但是那个时候呢 NA2的前期呢 还是翻灯的 嗯 是到了后期才有那个明灯的 对啊 所以呢 就是 虽然所有的明灯的NSX都是NA2 但不是所有的NA2都是明灯 新车去植入老的发动机 因为那边的车员实在是太丰富了 根本就没必要这么改的 主要是AP2的转速降低了 哎呀 降低了就没那么好玩 对的 但其实日常通勤是好的 啊 就是没那么好玩 但其实你说AP1 AP1 你说这个发动机 它日常真的难开吗 我也不觉得 不难开 不难开 只要你懂得把那个转速拉高 你日常其实 这一时也都没有 哎呀 日常你开的话 其实你觉得这个车开得舒服的话 你一看转速表 哇 三千多转 是的 就跟一般的你说2.0的 你在街上开 一千来 两千转已经很有力了 但这个发动机就不是 啊 但好在呢 它转速表前面那几千转的很短 嗯 所以你视觉上你是觉得 这个发动机也真的就两千转而已 哈哈 哈哈 视觉系这个 这个快快乐转速表啊 而且这个车确实要敞篷呢 你能够听到那个发动机的声浪 啊 啊 这个是这个车最精髓的部分 其实也是有排气的关系的 有的 肯定要改的 这个排气 我们之前在广州那台就是 基本上呢 就是全转 全转装 啊 那个是啊 但是那个车框也没那么好 因为全转装的车框也不会那么好的 而且这部车还经常好像 落缺过啊 啊 就这台嘛 啊对的 因为我还有澳洲的朋友还见过他 嗯 在菲利埃兰有好像有见过他 对啊 所以就是要找到这些车换好的日本的跑车呢 一定要么你是在日本 要么就在澳洲 啊 新西兰其实 新西兰也OK 也OK 但是新西兰没有这么地广的人气嘛 对啊 而且新西兰没有fan嘛 哈哈哈哈 澳洲有fan嘛 啊 嗯 而且澳洲你看像这个墨尔本这个城市 就大部分就是我们一找一个华人玩车的 就基本上一群人都会响应的啊 啊 就差不多你说一呼百应 这个真的是差不多一百号人的啊 真的是说真的 所以当时我们想拍S2000 是有很多的车子可以 好像我们拍完还车的时候 还见到一台红色类似的啊 3万多对吧 3万块还是2万多 对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好一点的 那转手次数少的就3万 转手次数可能多一点的 呃 改的比较流勾一点的 就可能就2万左右 而且他超过20年之后 还有一批新 新一点的日本车过来 对啊对啊 他超了20年之后差不多了 就对对 S2000是99年的 就今年可以开始 哎 进第一批的那个S2000过来了 哎呀 所以在澳洲哎 就只有澳洲龙的下这些车了啊 我们在日本呢 也那个驾照开不了车 啊 所以是日本呢 拍这个巨链车 其实香港也有这种老车进的 也有 但是香港也是开不了车 我们 香港也可以 我们可以申请香港驾照 但是香港就没有 你去哪里都可以去大摩山 对啊 你拍又麻烦 你没有追拍 还没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对吧 这些山路这些空旷的地方给我们取解 还有人在你的C128真美 肯定美啊 C128很经典啊 当年 本来我好像上周不是跟你去看那个改靖吗 我也想上那个C128 但是就是因为那是改孔的 有点 对 有点心里有点过无趣 但是你还是 真的轻 真的轻 6.5公斤 6.5公斤 差不多 那你现在 然后就痛心下来 下手了一个BBS RF 断照 对也是日本断照的BBS 嗯 你这个精神追跌粉 但不是BBS配欧洲车好看的 是的 然后呢 这个转子发动机 其实你拍这个时候 车主在隔壁有没有尴尬呢 还好吧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剪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尴尬 可能车主他这个人EQ比较高 他没有拆穿我 不像你EQD 一旦尴尬就一定要告诉我 好尴尬 就 就不是有很多东西知道就行了 不用讲出来的 你要 你要为这部台片好对吧 如果 如果 哦对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粤语板也说过 真的是我们一手一脚 你是怎么给 怎么给数据特效大哥呢 哇是这样的 我跟他一起呢 在网上去搜这些 有很多这个可以付费下载的这些 发动机啊 或者什么样的机械类的 这个3D的建模的模型 然后呢我们的这位大哥他下载完之后呢 这些所有的运动啊 都是要重新去做的 而且这个运动不是说 你让他怎么转就怎么转的 你要去给他设定一个转轴 设定一些约束的关系 他才能够按照你的想象的轨迹来去运转的 哇他我看到搞了很很久 跟跟这个转子4749的一拼啊 他转子第48次了 他已经是 所以就看到他就在那边做好像法量都变少了 做了两个礼拜啊 虽然我们说这个这个是JDM日吹片 但是其实转子发动机也没传的这么神 在乐盲其实他营业有点就是买彩票的意思对吧 对啊我们如果用广东话说呢 就叫做普通话吧 就死死死死猫碰着了虾耗子 还不是说虾猫碰着死耗子 差不多 因为当时其实最厉害的是 索伯奔驰的那个C9 然后像捷豹的XJR12也是很强的 忘了宝马有没有玩 但反正是怎么捡破烂都没轮到马自达的 但是刚刚好其他的两个最强的竞争对手的车 烧的烧 然后坏变速箱的坏变速箱 撞的撞 然后到最后呢 是马自达 等于是乐盲冠军你说他捡也可以 你说他因为他能够坚持到最后 所以拿了这个冠军也可以 但是真的不像后人说的 是他强大 所以拿了冠军 然后因为拿了冠军 所以被禁了 禁个鬼啊 转子发动机在FIA所有比赛里面 他都是没有竞争力的 是马自达玩着玩着 觉得没意思没成绩 然后这个转子发动机 到后来又油耗又越来越高 变成马自达不想用这个来做自己的icon 然后才慢慢的这个转子发动机 才淡出这个舞台的 而且现在马自达跑 耐力赛也好像耐力也不怎么样 对吧 也不怎么样 而且我看你 对我看你最近还发个微博 微博说因为退赛了吗 之前美国 对啊 美国跑IMSA也不快的啊 反正转子发动机这个东西 你可以就是他精神上我是欣赏他的 性能当然也OK 但是我觉得就不要去神化他了 因为国内很多JDM粉啊 因为自己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 其实也跟上次云屏车一样嘛 大家给那个 IMPEX啊 多高的分数 STi 对吧 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在爆光啊 对啊距离产生美 对的 好像同时期EVO你看4G63也可以锻造的很 就马力提升快了 而且1000匹的 你看呃 今年 今年 今年的STi终于赢了一次橄榄配置 嗯 终于赢 所以大家这么兴奋 但之前都是EVO多对吧 对啊对啊 之前是EVO厉害的 嗯 因为EVO 说实在你大家要改个600匹 然后要稳定的话 一定是EVO投入的钱要少的 嗯 是啊 因为毕竟铸铁的中钢 它的强度就高 然后你水平对峙的中钢 你要让它有很大的马力 同时又很稳定的话 你要付出的东西是很多的啊 啊 这转子放弃也一样 嗯 都是这样子一些很脆皮的 但是呢 因为就口口相传就变成神话了 所以当时我拍这JTM的片子 也是很想用这条片子去告诉大家说 JTM是有它美好的一面 但是不要去神化它 嗯 也不要去黑化它 我们尽量去给它一个更公平 更客观的一个历史观 就不要说啊 JTM就无敌 当年是吊打全世界 不是 但是你也不要说的 JTM一文不值 说现在一决不振 是是有一决不振 但是它当年也真的是曾经辉煌过 嗯 这个车真的是不敢开 嗯很猛 而且我们还空进的时候 地比这个还湿 是啊 它地太滑了 然后用的是那个半热容的轮胎 你看这支骑水雾的怎么开啊大哥 嗯 但是呢 这个车真的是踩它的动力 深不见 话说其实 我之前好像拍之前 有听过车主说 他不满意我们国内有个拍摄 某个拍摄的观点 他他是想表达什么东西呢 蛤 什么东西啊 忘了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我其实也想八卦一下 好像说他不满意别人说转子怎么样 然后他其实想说你通过这个片子来 告诉别人 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捡 对 如果你自己也忘了 那算了 算了 我也好像忘了他想说什么了 哎呀 我记得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有讲起过这个事情 但是 哎呀无所谓了 反正你们怎么说都是听个热闹 反正我们在国内也找不到 特别棒的这个转子放弃的车了 那RX8的车况也不好 因为国内确实就缺乏这个能够维持转子放弃状况的维修的技术啊 而且本来RX8也也没人玩对吧 之前有人玩过 当年呢是头脑发热买回来 买完之后发现没得玩 啊 要么就二手转调 要么呢就丢到车库 乘风 所以 其实我挺喜欢那个RX8的对开门 对啊 很漂亮的一台车 但是你说 其实RX7也不是直属关系了 完全是两台风格的车 只是大家都用了转子发动机而已 是的 嗯 RX7是跑车 然后呢 RX8是一台 呃 算是半叫半跑吧 我觉得连叫跑车都不算 啊 好了 然后呢 现在A186啊 我都没想想不到啊 就我穿的这个衣服黑白 哈哈哈哈 跟这个车是这么配的 啊 当时我就想着哎 就一套衣服就从头穿到尾巴 不然的话那个片子 比如说它的逻辑会变的时候呢 那我这个衣服又换来换去 好像很奇怪 那所以就干脆就一套衣服干到尾了 嗯 因为当时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啊 是因为那个车呢 是临时 很多车是临时 对的 要换的 所以剧本呢 我们当时是没有说定是应该哪台车牌的顺序是怎么样 到后来呢 都是这个片子的逻辑都是重新去串联 重新去串联 刚好 幸好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对啊 所以就不怕联系的问题 包括这个A186本来也是 是想按照这个年代的顺序 是直接从Fair Lady就到86 然后呢 再到RX7啊 GTI啊 S2000啊 最后再到S660的 但是呢 因为我这个 在A186上面呢 就提前就宣布高潮了 这个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在A186上面都高潮了 所以呢就直接 那不如就这个就作为这个片子的高潮吧 因为 呃感觉呢 头纹字滴也确实是很多人的共同的语言啊 啊对的 而且刚刚那个是Final Stage的画面 对对对 啊 然后也说到这个水杯 刚好 什么 我们不是你把它那个杯捏坏了 压坏了 对啊 悲剧真的就变成了悲剧了 对 但是这个随车的道具 其实还有很多的bet up 啊 他就特别有心车主就是 就是 就带着一堆杯子出来 就知道我们就这种尿性的人 哈哈 就拍东西就肯定有损耗的 就多带一个纸杯出来啊 啊 然后这个车确实内饰是很新的 然后我开在那个澳洲呢 我当时就前面了跟着一台应该是马自达2 这种感觉 啊 然后就哇 特别的有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啊 这个画面真的是 啊 刚好是碰上那天的夕阳 嗯 而且其实那几天啊都是在下一段 你看到这个路面都是湿的啊 对的 但就是天公作美啊 啊 那个云呢 它又长得 它又升得很高 所以那个太阳刚好落下来 落到比那个云低的时候呢 就有了这种反射的光线了 嗯 真的是老天爷给面子 有了那一帧的画面 还记得顺德的GC8 哈哈 顺德的GC8就是这个车主 对的 顺德的GC8的车主呢 跟这个A186的车主是同一个人 啊 真的就是缘分了 对的 那 你说最近买了一套 对啊 我最近才把这个台湾翻译版的 这个投文字迪的全套漫画又集齐了 价格就不说了 我在实体店呢 一千七买回来 然后上淘宝一搜一千三 但就算了 就当知识实体经纪了 其实按道理来说 其实这个 呃 投文字迪只有我的那种手感 其实你玩过手感 也比投文字迪三四要好 全部有路感 还是说我之前买 我之前玩的投文字迪三四 你那个PSP有鬼手感 有啊 不是我是说街机 街机有手感吗 那时候 好像也有的 对啊 那个还有这个下水渠的时候 会有点打手的 哦 看来是 看来是后面是街机房的 那个方向门门玩烂 是的 哎呀 然后 哇 这个地方 刚刚就是我说的这个生理跟 心理的高潮的位置 然后就是我不能一个人哭的系列 哈哈哈哈 其实我自己做了 今年吧 刚好就2018年不是今年去年做了三条片子 都是那个有点催泪神气的感觉 第一条是我其他卖车 对吧 第二条呢其实也是跟投文字迪有关的 就是在秋明山 啊 上山如 啊 下山那个 对啊 所以 真的啊 有时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车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 如果你一个车能够在你的回忆的深处 或者说是在你生活里面成为它的一部分的话 啊 当有一些场景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触紧生情的那一下 嗯 不是说呃 男儿有泪不清谈 只是说真的就刚好触动到你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点 就 的确啊 也很多人在性情中人在谈目也说了 哭都给我哭我也哭了啊什么的 啊 啊 然后这个这个小小的聚会也是相当的有有味道的啊 因为 呃没想到啊 因为当时还真的就是临时约出来 对的对的 而且还临时改了几次的地点 到最后才选定了这个 这个 大学的大学 因为第一个他在郊区没那么扰民 第二呢 他这个光照的条件也比较好 嗯第三他是天台 这就最顶层可以放飞机 对的对的啊 啊 然后也真的是这些车主也是相当的合作啊 能够到最后呢换了几次地点还是能够跟我们那么配合的来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结尾的拍摄也有一些我们的粉丝啊 然后其实也确实在这边看到了这些车啊 确实在澳洲读书的说实在也有很多是资金实力比较稠厚的 所以他们也有钱去玩车 而且比起国内呢 也的确可以改的资源也比较多了 这里其实如果大家细心看我的手是冻的通红了的 其实这个地方我的手是红的 其实周围的车主比你冷的比我冷更多 是因为当时真的是特别冷 然后有的车主是穿着短袖在这边就一直在吹着冷风就等着去熬这个造型 然后呢 右手边啊 最最边边白色的那个是哪里人呢 忘了巴基斯坦还是哪里啊 蒙加拉 蒙加拉 对 蒙加拉的有人 他就入了这个镜之后呢 就一直在问那个A186的车主 问这个片子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 然后呢 后来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 他也发了一条Twitter还是什么 就是说他很有幸能够成为这个大制作的其中一份子 虽然就只有几个像素 但是他也觉得能够在这条片子里面出了一下 他也觉得很开心 那也希望呢 真的啊 这条片子呢 能够给大家就成为 就JDM粉丝的一个集体的回忆也好 或者说 给这个JDM的汽车的文化 能够把它沉淀下来啊 成为很多JDM粉们 每次说到都会想起这条片子 那我觉得 而且每次听到On Your Mark 可能也会想起这个片子 对吧 其实我们最后这条片是配这个音乐的 你肯定是没有跟唱B 你就让我唱一下吧 连你的背 因为我真的单曲循环了很久啊 这首歌 我就看完这个循环三天 然后养肥了弹幕再看一次 又单曲循环了好多天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 微博上面呢 狂A了我很多次 然后我又重新看 又重新听了一遍 然后在B站看那个MV 又单曲循环了两天 哈哈哈哈 哎 你看年轻时候大主 年轻的时候大主 年轻的时候大主 当时是什么时候 就其实我看到很 有一条弹幕呢 就是很神奇 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很帅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说我现在不帅了 是吧 啊 差点没认出来 差点没认出来 真的是太伤心了 不是男人长不大 是男人的肚子 其实是可以长大的 啊 是吧 这句话很长是吧 玩好了 还好吧 我觉得 就要讲清楚这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个排版还是很不错 这个字体 我老婆也说 这个字体找得很好 赞哦 赞你了 就是 也要赞一下 Alan的老婆 真的是 特别知心 嗯 而且Alan 当时也很支持我们 其实很多车也是他联 除了阿John就是他联系的 对对对 Alan真的是 当时又 费心费力的 就帮我去 刚刚一开始 那个车房就是他的 对 车房就是Alan的车房 然后每天就一大早 到我们什么时候 说来拿车 哦没问题 然后呢 说要什么车开出去 可以你开吧 就对我们也是很信任 所以 其实Alan这个人呢 就是 是大家都是喜欢车的 他也是从从低座起 从一个 呃 车房的修理 修理工 开始做做到最后 但其实他是 他读大学的时候 是学mechanic的 对 但他说 我当时不想去通用 还是 但是 对 当时不是有通用的工厂 有通用 对对对 所以从 做到现在 车房 这么多人过去 而且他的改车观念也 非常的 正 什么 政治正确还是怎么样 应该说是值得提倡的 对的 就是他会跟很多的人说 哎 你不要来我这里 扔下二十万 说出来你们可能 Alan现在日常做的 在阿发罗明 哎 刚刚那个弹幕 没想到你这个龙眉大眼 也要背叛JDM 而且而且刚刚那个弹幕究竟是 应该是澳洲 应该是澳洲 对的 对的 知道点内幕的 对了 说明是Alan的老婆 哈哈哈哈 然后呢 这位 就是 安森 他是 S660的车主 然后我们本身想拍 也想拍 他另外一台车 FK8 对的 所以他也 有一台 反正他所有的车 这台S2000也是他的 S2000也是他的 然后他有一台EVO4 也是贴了 这个Monster的拉花 对 跟投文字D里面的那台 T王车队的EVO4 颜色一样 嗯 然后拉花也一样 阿庄呢 也是 看着投文字D长大的 我跟他 其实阿庄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当年是无敌 论坛里面的中日韩的版主 他当年开的是一台GTR32 但是我当他偶像那么败的 因为当时我刚刚 对吧 高中还是大学 涉事卫生 高中换大学吧 就是大学的时候 哇看到有一个版主在开GTR32 哇好羡慕好羡慕 好羡慕 然后后来就慢慢就聊起来 就变成 他回国之后呢 呃 就跟他本来就神交 然后呢就面交 啊 做人兄弟 做人兄弟 他结婚的时候也是我当他的兄弟的 啊 他就被他什么用用那个沾鼠胶把我的腿毛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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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快结束了 是 所以真的就是 就用车啊 就跟很多用车来跟很多人做了朋友 这件事是特别特别让我感到高兴的 所以也希望这条片子呢 能跟所有喜欢JDM的车迷呢 也能够跟你们在心灵上能够成为一个好朋友 那我们这条片子呢 就值了 好了 吹爆大家宣言论 我也吹爆 拜拜 给大家感觉 你